不管是說什麼實話 只要是為了目標好 我其實我都不應該要去不講 不然這個節目會好不一樣 然後就會有人覺得 應該要 老實說那些留言對我來說 才是真正的 有點情感綁架 對 因為好像我是一個老人 就應該要怎麼樣包容 那其實我覺得 大家在做這個 合夥的這樣的一個舞台上面 不應該是有輩分資格 而是都把對方當作 很有經驗的人來看待 不然我覺得我如果反向倒走 我覺得真的是 一步一去的去經營的話 也許也會被說 你會不會把人家當什麼都不會 所以我其實也蠻涼難的 沒有沒有 怎麼會活到 我一下修養很好 那今天怎麼會想說要 而且你回很多 其實最主要是 有一些比較不理智能 就是還原真相 對 因為我覺得 本來這個中有帶的心情就是 不管是說什麼實話 只要是為了目標好 我覺得我都不應該要去不講 不然這個節目會倒不掉 對 然後就會有人覺得 吧 應該要 老實說那些留言對我來說 才是真正的 有點情感綁架 對 因為好像我是一個老人 就應該要怎麼樣怎麼樣包容 那其實我覺得大家在做這個 合夥的這樣的一個平台上面 不應該是有 輩分資格 而是都把對方當作很有 common sense 跟很有經驗的人來判斷 不然我覺得我如果擺相操作 我覺得真的是 地步地去去經營的話 也許也會被說 你會不會把人家當什麼都不會 所以我其實也蠻涼難的 但因為他跟我是在最密切的外場 我們仿佛就是想型那樣 對啊 所以外場的這個動向 你說客人來的時候 如果錯就讓他錯嘛 那也不對吧 對啊 所以我其實是蠻多無奈的 但也不會覺得 這是一個需要一直去發酵的事情 那樣的 沒事啦 大家關 那個YT帳號 這個我啊 我一下過是以真人情 在留言 還是你想要我說 喔沒有那個 被盜 所以後來你們還有聯絡嗎 有啦 群組都在啊 那你要跟我們公布一下 你說什麼委屈嗎 沒有什麼委屈啊 沒有什麼委屈啊 有借酒交仇 這樣子我都寫出來 就是其實我們 其實有花很多時間 比如剛剛說我們在宿舍的時候 因為我們在錄影 就是三天兩夜 所以我們都要住在一起 那因為佑妮就很緊張很緊張 然後我們就 花很多時間要去一起跟他 比方說備菜單 然後其實大家都有跟他說 就是不用死背 所以到了縣堂去 連經營變得一樣 那都花了蠻多時間 對啊 就只是這樣 我覺得 他的本事也可以去看到 這個我們劇努力的那一片 你知道嗎 其實 節目不會懂 就是時差不夠強 否則就是變成紀錄片 對 那我們 確實是還是綜藝吧 所以 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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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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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今天是頒獎典禮 還是要太輕一點 好 搞得好像什麼道歉大會 開始 第一次有得獎 我 沒有 ik 可以 這種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